亲爱的弟兄姊妹,下午好 我是武汉沙昌堂教会的佩华西姆 感恩上帝让我有机会 今天下午能够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勉励 全中国也在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疫情 我想现在很多的讲道都是跟那个疫情有关系的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 你看见了什么 今天武汉的居民看见的是我们的城市 像一座荒城 我们在街上没看到多少的人 也没有多少的车辆在街上行走 整个城市安静的有点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防备身边的人 会担心这些人有没有带菌 我们也同时在担心自己身上有没有感染的疾病 每一个人都在恐慌之中 我们看到的是许多许多的信息 也看到许多人写的东西 也看到许多情况 包括现在的交通运输 包括这里的医院的情况 也有受到很多的武汉的人员在外地不能回国 不能回来等等 我们看到武汉现在所有一切的环境 都是让人担忧的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细菌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面 就好像感觉到那个细菌是无处不在一样的 我们现在都不敢出门 也不方便出门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就是这些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武汉人看到这一个疫情的可怕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又看到了什么呢 我想我们给大家来分享几节的经文 就在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 这里讲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抑制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泪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于是对他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去收他们的庄稼 可能我们最关心的 是我们明天还有没有吃的 还有没有用的 我们最关心的 也是最担心的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会不会得病了 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我们最担心的 是生命安慰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的主 他所看见的 并不是那个疫情 来自这里有很多很多 世上的灵魂 他们还没有认识救恩 不但我们的主 关心这样的事情 他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和他一样 去关心那些世上的灵魂 第一点我想分享的 是上帝希望我们看见 他希望我们看见 基督徒需要悔改 瘟疫爆发 一定不是偶然的 我们记得在一个多月之前 湖北发生地震 当时候武汉也感受到那个震动 我们坐在房子里面 也感受到震动 沙拉之间 我们的老海 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是不是大地震要来临了 后来我们走到街头 就听到很多很多人 都在议论着这个事情 突然之间 我们觉得好像离开死亡 不是很远 我们也不知道 会不会期许会发生地震 会不会那个地震 就会来到武汉呢 我昨天在祷告的时候 突然我就想起 这个地震的事情 恍惚神在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震 就是一个灾难 要临到的一个仙灶一样 在瘟疫流行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去想到 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 还有两个新闻 一个新闻是 有一名非常有名的 美国的NBA篮球明星 因为这个 这个罪机而死亡 他才41岁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武汉民中委 的一个主任 也因为这个冠状病毒 昨天已经救不了了 所以我们看到 真的人的生命是不可把握 我们的生命真的非常的脆弱 不由得自我 神使我们看见这一切 使得让我们想到 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在他的面前 灾难的当前 我们都会想到 是人犯罪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更多想到的是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认罪 真的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认罪 我们觉得是我们的国家 犯罪了 拜偶尚了 各样的贪婪 各样的淫恋 各样的神不喜悦的行为 背逆神的行为 所以我们认为 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犯罪了 得罪了神 所以我们需要 为我们的国家认罪悔改 但是在这里我想讲的 神给我一个感动 他希望基督徒 不但看到 我们要为自己的国家认罪 我们更需要是 为我们自己来认罪悔改 为我们 没有真的 听神的话去做悔改 为我们不情于祷告 不情于读经悔改 为我们没有努力的传福音 没有活出生命的见证来悔改 基督徒没有活出生命的见证 我们怎么可能去让别人来认识神呢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问题 很多人拜偶像不认识神 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从基督徒的生命中 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 这个就是神 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又悔改 我们的教会也有 味道因为不合意又悔改 不重视祷告 不认证地对待神的话语 我们又悔改 我们没有行在神的公义里面 没有让人从教会的里面 看到神的荣耀 来悔改 我们说基督徒在教会的时候活上一个天使 他们来到的时候都很可爱 每一个人都很 很有爱 比起相爱 但是当他们离开教会以后 很多时候就与一个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灾难的来临 需要让人去反省自己的问题 而不单单是反省别人的问题 作为一个基督徒 面对这场瘟疫是责无旁汰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好的见证 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尽力尽意尽心去爱人爱神 我们常常为自己的国家祷告 守望 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能够向周围的人来见证神的荣美 这样的灾难怎么可能会临到呢 这一场瘟疫当中 我们不但要看到是别人的罪 也要看到我们真的没有尽到基督的本分 基督徒的本分 做好我们的见证 以及没有带来国家正面的影响 没有带来我们周围的人群的一个祝福 所以基督徒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地来悔改 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 我们所看见的 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第二点 我想讲的就是上帝要我们看见 他要我们看见 他给了我们机会 看见神就是爱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可以想一想 假写一个多月之前的地震 然后那个地震不断地持续 后来发生了九级十级大地震 我想问一下 如果真的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庞大的地震 我们还有没有悔改的机会呢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神真的是怜悯我们 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悔悯用这么严厉的灾害 临到我们的身上 而用瘟疫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人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 那是因为他要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去到神的面前来改变来反省 这一场瘟疫当中 神让我们看见 其实他真的极其爱我们 怜悯我们 因为圣经里面说 他不愿意一人沉沦 来愿万人得救 这一场瘟疫的发生 是因为人为的罪 是因为人的骄傲贪婪 自私腐败愚昧悖逆上帝 的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并不是因为神要惩罚人 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说 是神故意使瘟疫临到 因为这些人犯了罪 不是这样 这个瘟疫的发生 是因为人贪吃不该吃的 也是因为人的一个隐瞒 真上耽误了阻止 那个疫症爆发的一个时间 这就是人为的一个因素 人犯错误 本来就应该承受恶果 就算一个人吸毒 一定会对他的身体 造成不好的影响 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的 压干犯罪 神就是那个地开了一个裂口 把他和所有犯罪的人 都埋在那个地里头 上帝今天并没有用 这么严厉的方式 来对待我们这些背逆他的人 反而他要给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悔改的机会 他也要给我们 那些不信神的人 可以听福音的机会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和怜悯 如果神不爱我们 真的我们的城市和国家 早就像索多玛 鲁莫拉一样的灭亡了 我们知道魔鬼的意思 就是要让更多更多的人 带到地狱里面去 但是神的心意 确实要让基督徒们 在这个患难当中 来到神的面前 认真来悔改 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 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 让我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 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来承担这一切的责任 所以基督徒们 千万不要以为 是人犯罪 别人犯罪害了你 我们真的要承认 教会 因为教会没有合一 因为没有警醒的 为城市和国家祷告 因为我们没有活出基督的见证 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却没有人挺身而出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城市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失落无睹 有一些人 甚至于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看到很多人 还没有信靠上帝 但是我们却害怕 去跟他们传福音 这个就是神 要我们悔改的时候 今天武汉以及传国 都发生了瘟疫 其实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有责任的 瘟疫的来临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巴不得 现在马上立刻 这个瘟疫就停止了 我们听到很多的基督徒 都是这样祷告 主啊 你使那个瘟疫赶快的停止 你要让这个天气改变 马上就让那个瘟疫停止 我们祷告说 主啊 你要拆派更多的人来帮忙 让那个事情尽快的停止 但是我们的神 有一个更美的心意 祂给了我们一段时间 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真实的回到祂的心意里面 神并不立刻改变这个环境 因为祂要我们人人都要悔改 我相信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基督徒知道要谦卑下来 当我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 这一个瘟疫就要停止了 神就是爱 现在祂把那个传福音的最好的时机给了我们 我们需要珍惜这个关键的时刻 去全扬祂的福音 为祂做美好的见证 因为很有可能当瘟疫 让那个疫情过去以后 我们又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 不祷告依然不祷告 不传福音依然不传福音 不去爱人依然也不去爱人 那个时候我们再没有这种悔改的激情和动力了 那个时候这个机会也会过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为这样的疫情 也要向神献上感恩 因为这样的一个难处 使得许多许多人渴望需要拯救 现在我们哪里都不能去 好像坐牢一样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好苦啊 不能出门 但是我们真的感恩的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 与我们所认识的家人朋友联系 去关心慰问他们 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祷告 更多的时间可以来读圣经 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 去跟许多我们所认识的人 在困难中 在绝望中的人群传福音 这一个就是神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身边认识了有这样的人 很多这样的人 你就要把握好你的时机 去跟他们分享神的爱 有一些基督的有一些机构 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机构 他们把握住这个最好的时机 在网上设立了一些平台 热线平台 就是去 寄云那些在被隔离 或者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心里面充满恐慌不安的人 给他们 他们有一个渠道 可以得到一个帮助 也可以提供给他们传福音的一个途径 所以现在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 使用自己的恩赐 才干 甚至我们拥有的资源 来为神做事情 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自发 去寄云那些在医生里面工作的医护人员 有人帮忙做饭 有人帮忙联系 有人真正物资 有人运送物资 也有人写文章 报导那个真实的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民间自发去进行这些救云的行动 因为政府要走程序 所以很多的事情都会单言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力尽所能的去想一下 自己可以做一点什么 现在我们的教会也推动 祷告 我们教会每一个小组 基本上现在每一个小组都会推动 每一天为这个疫情来祷告 我非常的感恩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督徒真的唯有祷告 除了祷告 我们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 而且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争战 它不仅仅是一个疫情 它更是一个很大的争战 我们必须要靠着祷告 来战胜这一场瘟疫 在这个时候 也有很多人想到以西帖的故事 虽然我们基督徒都不是以西帖 但是我们可以换句话说 真的 我们得到了神儿女的名分 岂不是就是为了现金的机会吗 所以现金神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得到基督徒的位分 做神儿女的那个权柄 这个机会已经交给我们 我们需要把握好现在那个时机 去赶紧传福音 尝救灵魂 这个时机 正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做盐 做光的时候 使世人看到我们的信心 看到我们的信仰 不再是嘴唇上面说说而已 乃是有真实的行动 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去为神做工 让真正基督徒的生命 要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在慰难的当前 我们也发现 需要更多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和朋友和亲人 在没有被隔离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 可以看到弟兄姐妹 都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不能在外面走 不能比起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珍惜比起的友谊 非常珍惜比起的关系 但是感恩的是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 通过在那个网络上的视频 可以一起来分享 比起来祷告 神把我们的距离 反而拉近了 可能在这个时候 你也会想到很多 你以前没想起来的人 因为你可能会担心 以后有没有可能再看到他 最近那几天 也有很多弟兄姐妹 朋友给我们发信息 有一些人我根本都记不起来了 但是因为平常我们没有联系 原因是因为爆发的一个疫情 他们知道我们住在武汉 就给我们发了许多的信息 问候我们 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 可以帮助我们 真的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非常的温暖 这个事情也让我想到 美国的911事件 真的人又好像又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 才会想到我们需要珍惜 比起的关系 我们更需要珍惜 人的生命 这一场瘟疫 真的 唤醒了许多人的心灵 重新去思考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基督徒也要好好地 跟自己的家人相处 可能过去 我们很忙 很忽略与家人的关系 我们可能宁可花很多的时间 与弟兄姊妹交往 关心我们的教会的牧者同工 却很少 真的花一点时间 来与自己的家人 在家里面好好地相处 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 一个宝贵的时机 弟兄姊妹 我们要把握 这一切美好的时间 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 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也让我们在家里面 好好地来祷告 让我们在家里面 有机会地 去跟我们所认识的朋友 和所认识的亲人 来传福音 现在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关心 自己生命的安危 也正是福音 可以帮助到他们的时候 因为上帝知道 人要走到尽头 才知道需要上帝 也需要救恩 我们要看到的是 神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并不是单单看到 那个疫情的可怕 我们要看到 神多么的爱中国人 神多么的爱我们 神没有让极大的灾难 地震的灾难 灵到我们的身上 祂依然给我们有机会 去为祂做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 来比起的分享 比起的勉励 耶稣说 走遍过程各层各伤 看见许多人困苦流泪 如同羊没有牧人 祂也说 要收的庄稼很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稼 是的 今天我们看到 中国有许多许多的庄稼 神要翻转他的教会 神也要翻转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环境 来反省自己 需要如何回到神的面前 真实地做一个 跟随基督的门徒 感谢神 愿神借着他的话语 也愿神借着他 仆人的分享 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